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华南虎是中国唯一特有的湖中 又被称为中国湖 但目前它已经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被列为世界第一宾位的湖中 1990年野生华南虎只剩下不足30只 人工繁育的也只有十几只 十多年过去了 在野外人们再也没有捕获或拍到过他们的照片 国外动物学专家和国际组织认为 野生华南虎已经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然而2007年 在华南虎曾经频繁出没的江西遗皇地区 却传出了虎啸的消息 那么野生华南虎是否真的还存在呢 2007年4月 华南虎研究专家金坤博士 与我们走遍中国设置组一同来到江西省尼皇县 寻找野生华南虎的踪迹 金坤从事了十多年华南虎的研究 是这方面的权威 但他不遗憾地告诉我们 到目前为止 他也没有在野外亲眼见到过华南虎 虎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200多万年 而华南虎则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 江西 浙江 福建等南方各省 其中江西省宜皇县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四月底的江西已经进入雨季 几天来的大雨 使得唯一一条近山小路变得异常迷命 但这丝毫无法影响我们的热情 反而让我们觉得好事多磨 也许此行会有意外的收获 这是一黄县的神岗村 由于村子处于深山密林之中 因此这里关于华南虎的木鸡事件时有发生 此前村民听到虎啸的消息就源于这里 我就把老年牛放在山里面 就家屋事情太重了 我就把牛放在山里面 我就不要养了 后来我去找就找不到 其实一起找了二十多天 找完后来我跑大山西里面 就看着那个阴亮 就发现了大概二十米左右 就那个阴亮叫得很凶 就呼这个声阴亮 这样子我记得会动 我没办法 我只有靠着树上 如果他那跑 万一跑过来 没办法我就爬到高树上去 反正身上靠着一把柴刀 就这样 其实是后来我就跑到家里 那老头六十多岁老头 他就跟我说 那个是老虎的音量啊 他说不是老虎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叫做地里会动 是这样的事了 在一晃 农闲时村民们习惯于将自家的羹牛散放在山上 但近几年 他们的家畜有时会在山林中突然失踪 不久后村民会在山里找到失踪家畜的尸骨 这个骨头带到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头块骨呢 被击碎了 但我们这个山区呢 能击碎这个头块骨的 这个重量 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判断大概有300公斤以上的力 还能把这个骨头的击碎 但我们这里呢 能击碎这个头个骨的呢 只有这个一个是老虎 还有一个就是黑熊 但是黑熊呢 那一般是不会去伤根牛 只有那个老虎呢 会这个鸡根牛 所以我们初步催的呢 就是华南虎的所谓吧 一黄山区关于华南虎出没的传闻 几乎家喻户晓 但国外的动物专家对此却充满了怀疑 他们曾布置数十台先进的设备 在一黄山区进行了连续四个月的拉网式搜索 但却没有找到一只野生华南虎 更没有拍到照片 离开一黄石 他们带走的是遗憾 金坤告诉我们 一个地方有没有虎 首先要看生存环境和它的食物链 至今 一黄的森林仍然完整地保持着 真阔混胶林的原始状态 非常有利于食草动物和大型食肉动物气息 华南虎处于山林食物链的最顶级 它会不会在一黄生存 要看现在这里到底有没有充足的食物 这有一片的动物的痕迹 这是个动物痕迹吗 对应该是 就是这个坡上下的这个是吧 对它肯定不是人为的 咱们再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东西 这上的这个滑的 对 对 这个地方 这种动物就是从山上下来之后 它从这走 然后下来 下来之后 找一找它的足迹 好 下来到这儿 从那山上下来之后 到这儿 到这儿 这儿有一个 这是奥提木的一个动物 有两个 对有两个蹄 两个蹄 对 然后这儿有 对 这儿有 这个比较清楚 这个 根据这个足迹判断的 它很有可能就是苏门灵 苏门灵 是一种大小如牛犊般的羚羊 在当地叫山牛 它是华南湖最主要的食物之一 同时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对 能很快发现它的足迹 说明伊黄的山林中确实生活着一定数点的苏门灵 就这个地方呢 还是满足老虎的生活需要 比如说它要是在这生存的话 它都有足够的猎物 然后呢 它有一定的隐蔽条件 另外有水源 再有呢 就是说人干扰要小一些 这呢 它三项条件满足 就是猎物比较多 因为我99年来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看到一只水鹿的足印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封闭的 这个还是一个 它的一个潜在的棋息地 就是老虎的潜在棋息地 很有可能就有老虎 伊黄历来是华南虎的重要棋息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南方各省的山林中 生活着数千只华南虎 虎伤及人畜的事件 时有发生 那时 虎被当作骇兽 曾遭到大量捕杀 此外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 到1990年野生华南虎的总数 已经锐减至不足三十头 这是一个物种接近灭绝的信号 对华南虎的调查 要时常穿越原始森林 四月底的江西已经非常炎热 但当地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 却一再提醒我们 必须穿长衣长裤 因为在森林中 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即使是一只昆虫 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 这是一条双马虎 帮它会吸人的血 会动身上的血 你会吃那个 没有吃的 吃的一些 虎虎虎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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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这东西有没有毒啊 没有什么毒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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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掌击碎头骨死亡的 很快 当时全国华南虎调查组组长金坤 就赶到遗皇 参与了对猛兽伤人事件的调查 就是从它一击就能把人打死 看来肯定是个大型的动物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上留下的足印 看的是大型猫科动物留下的足印 根据足印的大小 尤其掌垫部分的大小 看是华南虎的足印 另外在附近两公里还发现猫 老百姓说有看到老虎在这卧膝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猫 从形态上看很像老虎的猫 然后拿到当时的联业部野生动作检查中心 它做了DNA分析 还有形态学的鉴定 认定是华南虎的猫 这次华南虎商人事件 很快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但国外的动物保护组织 却对此并不认同 从90年以来到现在吧 就是多年没有发现过实体 所以说它从主观上就认定 这个华南虎可能就灭绝 这样的话你突然的你说 我告诉你 说我发现了 而且我拿到毛 我做了DNA分析 他可能从这个思想上意识还难以接受 他要以一种非常严格的这个求证的心理 他认为你可能未见得是 另外比如他认为你做的这个DNA分析 可能存在误差 他认为你发现实体 我拍一张照片 这样就可以 我就相信有 其实国际组织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 如果以防确实存在野生华南虎 那么国外专家连续四个月的拉网式搜索 为何却什么也没发现呢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他数量十分稀少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虎的 他的活动规律 规律的就是他也不是在一个地方常待 你比如说他如果追踪猎物的话 他一个夜晚可以走几十公里 这样的话呢 你在一个地方找就找不到 因为南方山高林密啊 他就在人难道的地方他去 猎物走的地方他去 所以说这个追踪起来十分困难 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他 除了你需要大量的追踪啊 以外还需要运气 而且这个很重要 就是南方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这个 这个土地上你找几只老虎啊 有可能就剩几只 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如果没有一定的运气啊 很难发现 尽管有人证和有力的物证 但为了取得国际上的认同和支持 有关部门决定 宣赏十万元 征集野生华南虎的照片 一时间 一黄山区的村民组织起了巡虎队 这不仅仅是因为钱 村民要用事实证明 野生华南虎并没有灭绝 但是几年过去了 这笔赏金却从来没有被领走过 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的几率 丝毫不亚于买一张彩票 中头等大奖 然而这样的运气在2003年8月21日 就降临在夏奖坊村村民 周济生身上 在村子里 她是个头脑灵活的人 巡虎队就是她组织起来的 下午我们这里有几个女童子到上面去踩野红菇 发现老虎的孔教和看到她的腹体 她下来就跟我们讲 我就下午晚上就带几个人就上去了 上去大概在四点钟左右 就在那个山民叫做老辽场这个坑里面 她在对面的山 那边我们在这边 大概距离是有四十米 当时我们的相机当时也是就是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里 看到她在那里 对她当时她是握在那里 她是握在那个颜色上 我们也是慢慢的 可能好像就是后来她站起来走路 也是闪光把她惊吓了 我们开始用那个矿灯照着她的话 她也只是眼睛望着我们 闪光一闪 她马上就站起来 慢慢的跑了 跑得又不是很快 一下子就钻进了那个灌木里去了 那您当时拍你照片按快门什么感觉 哦好怕 也有又怕嘛 又喜 怕的呢 毕竟是大型的毛骨 你惹坏了它 它可能也会 也会要打死人的 什么 这就是怕 那么喜 但是呢 这下你又跑不掉了 捞到我的手里来了 这下我可以 证明给那个国际友人 证明给他看 我这里还存在法兰府 你说绝种 我是没有 我证明有啊 这样就拿到了 但让邹继生震惊的是 洗出来的照片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非常遗憾 由于邹继生距离华南湖有四十米 而相机的闪光灯只能照亮几米内的景物 但邹继生的经历 反倒给我们增添了强烈的期待 也许我们的寻踪会有意外的发现 如果这里有毛的话 分辨里 那它就是石油洞的分辨 这个是不是时间比较长了 有没有黑了 咱们有一粥吧 好多毛 都是毛 对 这是石油动物的毛 石油动物的粪 然后这个 这有一根直针毛 对 怎么有五厘米吧 像野猪 这个毛呢 像野猪的 中毛 或者是苏门铃的毛 有六厘 看这个 分辨的这个 直径啊 是云豹 至少是云豹吧 云豹的可能性比较大 云豹是一种凶猛的猫科动物 体长约一米 分布于中国南方各省 但现在也已经十分稀少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的食物链和华南虎很相近 那说不定在这看林里 也许 会有什么豹 或者之类的 是吧 云豹应该是有的 而且老本身有经常反映 这种名字 是吧 对 要是真能去华南虎就太好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这些真是没白蓝了 这个地方不太厉害了 这些天 从发现苏门铃的足印到云豹的粪便 让我们觉得似乎离华南虎越来越近了 于是我们请见多时光的老猎虎罗迪 带上猎犬一起进山寻找华南虎 为了我们的安全 当地政府还派出三名武警战士随行 老罗今年53岁 他从16岁开始跟随父亲打猎 几十年来转变了一黄山区的沟沟卡尔卡尔 他曾经在野外遇到过华南虎 希望这一次他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离老罗上次遇到华南虎的地方还很远 当天我们必须在山里过夜 就这篝火 老罗讲起了他遭遇华南虎的故事 老罗上次遇到华南虎的地方 他已经打到晚上差不多四年 那么样子 要去干什么 老虎脚的地方是救不起 他披着蹄方的干了好多路 打了 打到羊 去到山羊 山羊的地方是独到老虎脚的地方 刚刚你让他独到晚上满呀满呀 差不多 狗羊的地方多见白呀 狗叫狗的叫不得了 还不如老虎脚了 一大狗都没了 狗大狗多见了 三只狗都吃了 是呀 这吃吃都不掉 就要见三 你吃鸡鸡的 吃吃都要见三 二吃吃都要见三 这些只有差一个都见不掉 老虎 这差一个呢 这时候要困四个小时 待会会醒 就我们吃少吃 吃完之后要睡一睡 这些我们吃酒吃到一斤 就二会吃 就二会吃 这就是什么意思 天天就晚晚了 发现了一个团房 当年捡着个小老虎去看看 一个一百多斤 一个一百九十斤 这我发了护养 我估计这个提防都快点了 把这个地下害了去 我估计一年打准肥的点心 得到准肥都散肥 三个万一加肥 三四个万一加肥 这就当会打点心 雷小里 在这个地下这个特殊 所以我们 在这个地方特殊 到外面去打肯定了 还有口楼架 这个意思 第二天 我们找到了去年老罗 遭遇华南虎的地方 大家立刻在附近 分头展开搜索 就在这时 最令人担心的事 发生了 一条竹叶青 爬在离我们脚边 不到一米的地方 在丛林中遇到毒蛇 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被咬伤 很可能危及生命 一般蛇会主动攻击 移动的物体 所以我们马上在原地 保持不动 这有一条蛇 您过来看一下 这个蛇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毒的 我现在不敢动 蛇 绿的 这 关键时刻 经验丰富的老罗 赶过来 用柴刀将蛇赶走 看见吗 这个橱色 这个土杀 好敌 这里的丛林 对于我们来讲 完全是陌生的 为了减少意外的发生 我们决定退回到 安全的开阔地带 返回途中 就在离毒蛇不远的 一棵树上 我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什么东西 挂蚤 都挂蚤了 别趴一下 挂蚤是动物在树干上 留下的蚤痕 为的是标记它的领地 警告其他同类 不要进入 挂蚤距地面超过两米 而且找痕很深 猎户与金坤 都倾向于认为 这是半年前 华南虎经过这里时 留下的 这一发现 让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 也许半年前的那只华南虎 还会再次经过这里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配合下 我们马上在附近 驾驶起了两台 红外线自动照相机 希望能有所收获 这是一台红外线照相仪 在野外拍这个野生动物的照片 红外线从这发现一束光柱 如果有众物从这前面经过 挡住了红外线 然后这个相机就马上启动 就拍成相片 启动了一张 这种相机在野外 可以长期连续地工作 而结果则必须耐心地等待 野生华南虎 这个珍稀而神秘的猫科动物 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 一闪而过 只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无论结果怎样 一张照片并不能真正留住 它的身影和改变什么 能改变的只有我们 人类自身 毛泽东一生乐山 却为何对庐山情有独钟 他三上庐山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一百三十七天的庐山生活 庐山人对他又留下怎样的印象 敬请收看精彩江西第五集 庐山往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